一上来就被哄抢 这个颜色看了谁不爱呀 太有感觉了 姐姐一锅有多少斤 50斤一锅 一天有多少锅 家这个东西一天有 七八锅这样吃 那也很厉害了 有十多锅的话 有十多锅也有 咱们家从哪一年开始做的 九八年 这个剁椒有没有要求呀 这个没有 它跟自己一样 都是辣椒就可以了是吧 辣椒是两层辣椒 走不上来要不要吃一块 一会吃一块 来一块忍不住了 一块最大的是不是 嗯 一出摊就像在抢猪脚一样 大家都拿着盘子自己挑 来 拿着肉 拿一刀拿着红条 没你挑猪脚的秘诀是什么 那有时候有筋呀 不要再讲一句 哦 肉多的是吧 那我外主 外头我妈 我现在儿子 那咱们家这个猪脚 让别人挑来挑去 这个就是从您开始讲 就这样吗 呀 这个随便选 我们随便选 不要紧的 这那顾客满意去 我们从来没有和顾客吵架过的 那不怕他们挑剩下的卖不出去吗 卖得出去 卖完 有一个人 要这个要 要骨头 骨头给多几块给他 这个猪脚都是骨头多的呢 像这个人要这么多给便宜不 便宜也便宜不了多少 因为这些猪脚也是贵了呢 好啊 这都是别人必定的 对啊 一包猪脚一包汤 你是吃带筋的多一点是吧 对啊 咱们都是爱吃这种味道 咱们血了血了 这就是最好的味道 这一盘都是准备送的是吧 好大了 有时候就是 不好卖 好钱啊 要给车啊 免费送 哇 太好了 三点到七点 第一轮是三点充 第二轮是四点半左右 第三轮是五点半 姐这个汤是老汤吗 对 这是买猪脚送汤是吧 对啊 这个汤可以煮面 煮面啊 烫汤啊都可以 卤鸡蛋都可以 这个大哥预定了两大袋子 还有两大袋汤 帅哥 你是不是只挑指尖尖的那个位置 对 我喜欢吃那个位置 哦 那边骨头啃的少是吧 多少钱一斤啊 三十一 哇 大家挑的时候我看就爱挑肉多的 我喜欢啃骨头 那我一挑肉少的 哎呀哎呀哎呀 看 有没有买我这么少的 是不是大家都买的很多 我今天就挑了三块 我挑了三块 因为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 然后这个大姐又送了我这么一大块 现在尝尝味道咋样 这种猪脚入口的第一感觉是有点甜又有点酸 然后后味是辣 这家老板很人性化的 他这个猪脚从卖的时候就是开始你顾客随便挑 挑到什么给你抽什么 然后价格都一样的 然后我说搁北方这个生意肯定干不成 我还觉得那个挑完以后剩下不好我不要 但是这边人很大多 他们家这个猪脚生意真的是超级火爆 看呀 酷酷的 这个奶奶我是很佩服的 他以前是退休以后在创业做这个猪脚的 他家里是外婆那边传下来的 都是自己家里人吃 到他和他儿子才开成店摆成他 然后卖给大家 没想到一上市大受欢迎 整个南宁就是顾客可以自己挑这种肉的啊 也是从他们家开始的 奶奶说以前生意很好 然后一天有时候能买到一千多斤 现在生意稍微淡淡不好了 一天也要买好几百斤 但是我走了这么多城市 猪脚就吃到他们家是最便宜的 三十一斤 三十一一斤 在我们那边是没有的 在全国吧 我觉得他们家是最便宜的 喝了一口汤 是酸甜口的 最主要是这个汤不油腻 你知道吧 他们家这个酸甜口的辣椒 就是剁椒往里一倒 就变成辣味了 我觉得这个汤回家啊 就是这样子 泡点饼啊 煮点面啊 都是特别香的 这个不是老汤 这个是他们家每天做很多汤 你要多少猪脚送你多少汤 我觉得每天的汤也不够送 这長得冷几 太多了 就把它放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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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